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每个人都是带着业障来到这个世界 在人间长河当中上上下下的 就像溺水的人一样 一会儿呼口气一会儿又沉下去 当你沉到人间的痛苦当中 气脱不过来 就像淹在水中一样 当你好不容易头伸出水面 喘了口气了 吸了口气了 你又沉下去了 所以人就是在这种痛苦不堪的生活当中折腾 所以想解脱 首先从精神上解脱 精神上不让它沉沦 你才会变得越来越有智慧 很多人一辈子就是精神沉沸 大家听得懂吗 可怜哪 这个世界很多人 大家要记住了 学佛做人 真的要有智慧啊 否则在人间就是在痛苦当中 辗转 出不了六道 所以很多人一辈子苦 他说为什么我这么苦啊 这么苦啊 就是没有智慧 你当然出不了啊 你如果有智慧的人 你怎么会出不了六道呢 还有很多人 还有很多人 你知道自己很苦了 人家来救你 跟你说有一个好的方法 你不听 你至少可以试试看嘛 对不对啊 啊 就希望大家要 智慧 人生 佛法 人生 一定要用智慧 在人生当中生活 用佛法 在人生当中 最后才能脱离 此案 到达此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